鬼卯年清明公祭宣言皇帝典禮 将于4月5日在陕西黄陵县乔山祭祀广场举行 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代表 将在乔山之上拜叶皇帝陵 表达华夏儿女慎中追远的虔诚心意 及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期盼 新党前主席郁牧明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每到清明节在家我们继先祖 而站在民族的角度就是拜叶皇帝陵 2010年 郁牧明首次到皇帝陵祭祖 此后他多次率团参加皇帝陵公祭 并致力增进台湾年轻一代的民族认同感与文化认同 使更多台湾同胞理解同根同源 认祖归宗的意义 作为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 有中华第一陵之遇的皇帝陵 在郁牧明心中既是传统文化的传承 也是凝聚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 郁牧明称 很多台湾年轻人参加完皇帝陵祭祖之后 变化很大 他们回去会介绍 会跟自己的年轻一代 比我说话有用啊 对 我说的人家说 这个就好像父亲交儿子一样的 他们不一样啊 他们是同辈之间 说你们去过皇帝陵没有 就要去啊 那是我们的祖先的根 这种影响力 所以我每一次祖团来 影响到什么呢 最后是他们自己祖团来 郁牧明1940年出生于上海 1948年跟随父亲前往台湾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郁牧明经常往来于两岸 并为两岸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而奔走 我刚刚飞机下来 看到高楼林立 那就是一部分的建设 也表示人民居住的习惯也在修正 过去都是各自的 现在都是一个大楼里边的 这个是居住的习惯 也是变成群体的生活也在修正 但是皇帝灵他的这种精神却一直 那还是维持的 因为什么呢 中国人在家拜祖宗 那么到了清明 拜得更久远了 包括民族的先祖们 大家要祭拜 目睹陕西经济的快速发展 令郁牧明有些感叹 他认为政策的引领与人才的发展 令大陆这些年的发展速度与高度不断提升 尽管已83岁高龄 但郁牧明直言自己仍在路上 未来他依然会以促进两岸一家亲为己任 所以2010我第一次到西安就是来祭皇帝灵 那么到现在九次 所以看样子明年还会来 因为十全十美 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的尊重祖先 这种祭祖的仪式 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来这里的最重要的一个意义